因为它这个翻沙使用的那个 翻沙的那个沙子 就是翻沙的那个沙形 翻沙沙子 它达不到古代这种翻沙工艺 你们大家要知道一点 就是说这种翻沙工艺 因为都是传统翻沙工艺 传统翻沙工艺的话 就是说每个地方 它的就全用的那个沙形都不一样 比如说江西的保昌局 保和局 保拱局 甚至是保全局保圆局 它用的沙形都不一样 那个沙子是可以反复利用的 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玩钱币 有头颅跟后期铸造两种 你们知不知道 头颅的沙子 为什么那么精整 为什么那个东西翻到最后 翻到后面 翻到后面 这个沙就是说这个翻沙的那个文字 就越有带那种颗粒感 那种翻沙的那种颗粒感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告诉大家 是因为沙子 它要是它要反复利用的 古代的沙形的话 它那个沙子 就是那形沙 它是要反复利用的 用了一遍 再用一遍 越用它那个沙子 到时候它那个杂质越多 越多了之后 它注了出来 它就不是那么精整了 知道吗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玩钱币 有什么头颅精柱 到后期那种品样不好 为什么这样子 并不是它那个模板不好 而它用了沙子 知道吧 用沙子的一个出戏的一个原因 其次的话 除了看这些东西的话 你们一定要看这种 给你们讲沙形的话 故意有点讲的 有点脑壳痛 你们就看文字吧 就看文字吧 就这种文字 一定要去看文字 文字的一个字根 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的话 像这种大钱 以明天贤为主吧 它这个穿口 这个修穿的这种工艺 也是决定了 它这个工艺的一个磨损 也是决定了 它是否是真臂的一个 最决定的一个因素 因为为什么我们都有 都有中间有个洞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为了便于穿戴 便于佩戴 或者是便于流通的时候 是计数或者干啥的 它这种东西 经过税率的时间洗礼的话 它这个穿口的磨损 肯定是自然而然 非常磨损的 非常就是说温润的 非常温润的 像这种甲壁的话 它的磨损是非常深色的 你看一下 甲壁这种磨损感 是很色的这种感觉 它没有一个自然立体度的 它没有个自然过度 就是感觉就像 很愣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能不能看到 看到没有 它这种磨损感的话 是直接是很愣那种 它没有正常正儿八经 这种磨损感 这种自然过度感 你看这种磨损感 你看这种磨损感 这种磨损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